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现在全民防疫动起来 疫情影响国内经济活动 防疫的同时 政府也提供相关的纾困贷款方案 接着进一步带您来看 目前国内贷款的申请情形 首先看到 金管会为了鼓励银行加速办理贷款 也提供相关的奖励 会以贷款的金额跟受理建树 跟效率作为评分标准 并强调办理的流程是否采电子化方式 也会纳入审查项目 并要求各银行对基优的分行办理奖励 接下来来看到的是 目前纾困贷款的办理情形 根据金管会最新统计资料显示 公股银行受理建树已经有1592件 以核准建树是393件 核贷的金额高达46亿多元 而在民营银行的方面 受理建树730件 核准建树是117件 核贷的金额共有27亿8千多万 整体来看本国银行核贷的件数 已经有510件 金额更高达将近74亿元 接着来看到 原民会产业纾困振兴措施 统计至4月9号也就是今天为止 目前已经完成访试 并请承办金融机构办理后续对保的 有597件 其中青年创业贷款有104件 经济事业贷款有479件 另外有原住民族企业贷款信用保证14件 而针对目前受理贷款的情形 有族人就提到了 纾困方案为什么不包含个人的消费贷款 原民会是说明 这次纾困振兴措施 主要是为了保护原住民族企业能够继续营业 减少因为疫情的影响而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 提醒族人如果有个人消费的贷款需求 也可以洽询金管会推出的相关方案 以上就是今天的说播新闻 提供您参考